1.4.1 首先1.4.1 1.4.1 分裂者 就是會有一隻肥肥胖胖的小可愛 跟你打招呼 分裂者 腐化完畢之前要把他炸掉 不然他會爆炸 一台就走這邊 在前面有一隻 我習慣先開始右轉 3.4 刺槍還好 傷害不是很高 侮辱性也沒有很強 不要緊張,剩下兩隻在上面 這邊稍微 小心點就好了 欸?我沒有開到嗎? 我剛剛是沒有開到發電機啊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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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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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 接下來142樓 挑戰 這什麼東西啊 鑰匙在哪兒 屬裡面啊這屬毒傷還不太夠啊 欸不是這裡 QQ 看起來 欸呀 欸呀 算了這個假裝啊 假裝很難打啊 假裝很難打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 不是要硬打嗎 也應該也不用 不理他吧 欸怎麼那麼衰啊 給我鑰匙吧大大 不是這鑰匙搞我的吧 色喜勒 色喜勒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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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 有點窘啊 這個咧 贏到了 唉唷 我開啦 胖胖 說好的鑰匙呢 愛的魔力轉圈圈 想你想到星蛙怒放黑夜白天 阿 這個還是要唱點7M的歌阿 會好的比較快 等一下我是都開完了阿 等一下 阿阿阿阿阿阿 哈囉 不是阿阿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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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有機會直接一口氣開到 卡王都卡過 走路不跌倒 落跑不跌倒 非常舒服 142樓挑戰 143 堅守圖書館 那這邊的話 簡單的看我們壓一壓打法是 就是直接在這裡放彈藥箱 那我們就跟著放吧 這邊卡起來算還蠻穩定的 那如果是病毒的話 應該是可以拿噴火燒 不過我不是病毒 這個燒起來應該是跟飛鳩差不多的傷害 看得出來我們在幫怪做傷嗎 沒有 我看摘壓的是在下面 他的那個很近 我的很遠 對啦 卡怪 這個根本不用緊張 這叫我絕對不會自爆 不能丟緩啊 丟緩無效啊 左承 丟緩無效 139丟緩無效 來144 能丟緩是不是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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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 藏夜 慢慢 慢慢 藏夜 總在拿捉毒打啦 QQ 多喜歡捉毒啦 阿 開了阿我忘了關門了不好意思喔那個 拍習慣拍習慣謀謀關謀謀關 欸怎麼越來越多啦 你們夠囉 你夠囉 再來我要交囉 氣死了 這個告訴我們一定要養成水手關門的好習慣 好不好一定要養成水手關門的好習慣 阿這個門要獨擋喔 抽阿 不然不用阿 先讓我無人機轉仇恨 能燒到幾隻是幾隻吧 這邊應該可以拖出來解決啦 不過這個門要獨秒的情況下 我覺得 你能打死阿硬打就好了 真的不用在那邊慢慢拖阿 因為你拖完關門的時間 差不多也把怪清完 這不用關門阿 這關門不是錶自己嗎 好看來看來再試看看 要確定比較穩 你要先自己試過阿 確定能過 要先自己確定能過 要先自己確定能過 還是先殷天台對不對 還是先殷天台對不對 剩這台 敗一下敗一下就會過了 好不好敗一下就會過了 走囉 接下來145樓巨嬰 這邊我就不停留了 狀況都還有 我們就輕輕鬆鬆打 輕輕鬆鬆打 那這邊先吃他一個派沒關係 先吃那個派沒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能把菁英卡住了 畢估杖應該就卡住了 那菁英毫無難度可言 雖然我們忘了下那個 彈劃箱 不過145樓 輕鬆輕鬆 有點硬 真的有點硬 這邊儘量不要動 不要讓他轉移抽 不是啊 我吃橘子啊 這邊也看得出來你是戰鬥職業跟非戰鬥職業的差異 可以看到我們這些非戰鬥職業能打出來的傷害極其有限 這個就是你畢竟不是戰鬥職業啦 所以不用他跟戰鬥職業們去比輸出喔 你的輸出一定比人家低啦 我們這樣一槍才到200多耶 就算全爆解才1600 就算全爆解才到1600 所以這個輸出是比較 7702一點點的 OK OK 145囉 清風果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簡單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